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一句话道敬张国荣不凡的一生 人最重要的就是 你懂得如何去爱人之外 最重要的是你懂得去欣赏你自己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海阔 要做最坚强的套务 大家好 我是悠悠 张国荣逝世20周年 经纪人陈淑芬举办音乐会 唱片公司也开致敬演唱会 消息公开 门票瞬间秒杀 到底为什么20年过去了 张国荣还可以这么红 张国荣可以说是香港演艺圈 多期发展还有商业艺术事业 最成功的艺人没有之一 横跨了歌坛影视的天王巨星 在2021年CNN的评选当中 张国荣是过去50年 文明全球的五大指标音乐人中 排名第三名 与流行天王Michael Jackson一肩 而同时他也被评选为 史上最伟大的25位亚洲演员之一 在当年度全球票选喜欢香港的百大理由 张国荣更是排名第一名 至今张国荣三个字仍旧代表 华人演艺圈的传奇 而比他事业成就更加不可思议的 不只是他那遍及各个领域的 至交好友 像是与梅艳芳家人般的情谊 还有唯一承认过的女友毛顺云 以及他与唐赫德 20年如一日的同性恋情 在那个封闭保守的年代当中 张国荣勇敢公开自己的同性爱人 他的成就不仅仅只是在于演艺工作 为人处事 生活态度 大胆奔放的艺术诠释 更是超越世代的指标 今天就让我们好好地来聊聊 这个让时代跟不上的男人 张国荣 张国荣逝世十周年 一向低调的唐赫德 难得出席公开活动 甚至还在电台点播 共同度过给所有的歌迷 翻开唐赫德的Instagram 感激天意碰找你 生日快乐 放上昔日 两人庆身的合照 唐赫德看起来内敛拘谨 张国荣满脸笑意 短短的两句话 肃尽情中 每年哥哥的忌日 明诞 圣诞节 唐赫德从来都没有错过 这份强达20多年的情感 生死相隔 却依然卷勇 不过 明明交过女朋友的张国荣 又为何会和唐赫德走到一起 春天改恨后 你若想再尋 春风风分爱情 再云药 张国荣和唐赫德的家庭 都在香港商界 有一定的知名度 两个人呢 从小就是世交 所以他们从小就认识 但张国荣13岁 就去英国留学 两个人也因此 没有再联络过 直到张国荣因为父亲重病 辍学返回香港 由于当时两个人都是香港名流 张玉玲夫人谈爱怜的干儿子 才会在一场宴会上重逢 24岁张国荣先有感情不顺 又处于事业低谷 与当时的经纪人 还因为合约产生矛盾 一时间张国荣仿佛就被全世界遗弃 而在这时候 他遇上了唐赫德 唐赫德风度翩翩 气质俊雅 行为举止充满了绅士的优雅风度 立刻吸引了张国荣的目光 再度相逢的两个人很快又走到了一起 甚至还超越了友谊的界线 在那个张国荣最困苦低潮的时刻 支持着他的一直都是唐赫德 在那个只能以好朋友相称的年代 张国荣却不愿意委屈唐赫德 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有伴侣的事实 而被问到最爱的人 他回答唐老鸭 接受杂志专访时 坦言自己已经有固定的恋人 我们在一起很久了 我甚至可以说我生命中 唯一可以确定的一件事 就是我爱人对于我的爱 今晚在这里送一首歌给你 还有另外一位我觉得 在我生命里面 很重要的一位好朋友 就是你的契仔 在我最失忆的时候 经济最差的时候 他可以将他所有的人工 几个月的人工 借给我渡过难关 你知道我讲的是谁吗 当然就是我的好朋友唐先生 而震撼全世界的 就是这场今世告白 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送给妈妈跟送给唐赫德 张国荣无疑是用演唱会 间接地公开承认 与唐赫德的恋情 甚至在此后被媒体跟拍时 原先唐赫德还为了哥哥的名誉 自己往外拉出距离 想要走开 没有想到张国荣却毫不闪躲 大方地就牵起唐赫德的手 头也不回 继续往前走 仿佛想要告诉全世界 这就是他的伴侣 而自己并不害怕别人的眼光 而这张照片也被媒体誉为是 事迹牵手照 我知道他有一个好人 他好人 他对他好人 对他一个很外目吸污的人 对朋友 对他很以无反骨地对任何 他身边周围的人 包括他的同事 他的朋友 对我我直接没说过 所以所有的朋友都喜欢去做个生意来 那你怎么看呢 2003年4月1号 张国荣跟所有人开了一个大玩笑 他的时间永远停留在46岁 唐赫德以未亡人的身份 办理张国荣的后事 身在复文中 以至爱唐赫德的身份 名列家属的第一位 在丧礼上领领心碎到需要旁人搀扶 整个仪式上他只说了16个字 阿仔天长地久有时尽 慈爱绵绵无绝其 而此后的20年当中 唐赫德身边再无他人 但失去张国荣心碎的不止唐赫德 张国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可以让这么多演艺轩的大咖 包含了梁朝伟刘嘉玲夫妇 周润发 刘德华 王妃 甚至美艳芳 张曼玉 钟楚红 林青霞 都是他的红粉知己至交闺蜜 而被张国荣唯一承认过的女友毛顺云 当初是对张国荣一见钟情 热烈追求 交往后呢 因为自己想要打拼事业 拒绝张国荣的求婚 最后两人分道扬镳 不过即便如此 关系还是不错 甚至呢 在毛顺云感情不顺时 张国荣还因为不舍 介绍自己的好友给毛顺云认识 促成了毛顺云的第三段婚姻 而在这次 他也终于遇上真命天子 嗯 是不是 就是追求了 我们有多久啊 拍拖多久啊 我不记得了 总之我觉得很快就向你求婚 所以才黑了你头 是啊 其实我那时真的不懂得珍惜的 如果不是的话呢 可能你已经改变了我的心 美艳芳与张国荣 更被称为男的风华绝代 女的绝代芳华 从事与维持到成名后的互相扶持 当年人人都认为他们是一对 可是他们也不会否认 甚至可谓有种友情 就叫美艳芳张国荣 当时美艳芳已经诊断出子宫颈癌 张国荣献华热吻鼓励自己最好的朋友战胜病魔 美艳芳最后一场演唱会当中 张国荣也因为抑郁症所苦 当天甚至是胃痛难耐 却无论如何都要与美艳芳一起演出 张国荣的父母感情并不好 这也让他一度很惧怕婚姻 同时也让他更向往爱情 而且珍惜自己身边爱自己的人 张国荣曾经说过 自己是一个很需要爱的人 名利与物质对他来说都没有爱重要 所以他对身边的朋友都很好 他既大方又谦和 真诚友善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与他拍过对手戏的演员 也对他赞不绝口 个性向往自由的他 尤其在工作上 不愿只为商业价值绑架 为追求艺术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而追求完美的处理做性格 更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 张国荣几乎南瓜了 所有华语乐坛的最高殊荣 唱片销量在东南亚各国无人能及 不过总的来说 可以将张国荣的音乐分为两个时期 那就是隐退前跟付出后 1984年由日本歌曲改编的 莫妮卡张国荣一唱一炮而红 歌曲红遍大街小巷 当时上至七十岁老人 下至三岁儿童 都能哼出这首歌的旋律 而这首歌被誉为是香港乐坛上 跨时代意义的歌曲 打破以往抒情风格 开创进歌热舞的风潮 在香港风靡到女孩子 都将自己的英文名字改叫莫妮卡 一举获得当年的十大中文金曲奖 还有十大竞歌金曲奖 在当时香港大多流行日本音乐 张国荣的出现 就给那时代一潭死水的香港 注入生机 无心睡眠 风继续吹 为你钟情 拒绝再玩 这些歌曲的歌词异静 都成为时下年轻人的人生格言 不过他本人却不太喜欢 因为当时唱片公司商业的操作 让他在音乐中失去自主权 都是考虑商业卖点 这让他内心更喜欢民谣的曲风 他认为自己的歌虽然很流行 却缺乏艺术价值 与自己的理念不同 导致他一度想退出歌坛 他创作了风再起时 呼应他的成名曲 风继续吹 这首歌是我特意为这次演唱会 特别写的一首歌 亦都是说尽了我13年 在乐坛里面的一切 送给你们又最后的一首 风再起时 风再起时 表达虽然想要隐退 但依旧盼望在风起时 歌迷能够想起自己 张国荣确实是一个非常强大艺术野心的人 在1995年张国荣就用宠爱专辑付出歌坛 一首追倒进了张国荣的柔情 将拼命追求的真切 谱写成爱情故事 付出之后的他从不羁少爷 蜕变成更加性感大胆 同时也更加真实 就连他的价值观 居然是不做任何宣传 林欣为张国荣量身打造的歌词 甚至是连四大天王都难以诠释 毕竟你能够想像这样的歌词 由刘德华来唱吗 而付出之后的第二张专辑红更是直接打破传统 探讨从未有人敢触碰的性别话题 曲风更加广阔加入了爵士名谣等元素 在演唱会上张国荣一二再再二三 突破性的中性造型 包含鲜艳红唇或是善良高跟鞋 甚至是长发 还有那邪气而妖艳的舞台妆容 都被当时部分保守的香港媒体浪漫化 而在他亲自谱取的《我》这首歌当中 首句的《爱爱花的爱爱》是他亲自写下 仿佛道尽所有诉说着他内心始终有种高处 不声寒的寂寞 张国荣的魅力不仅止于外表 《潜女幽魂》中张国荣扮演俊美柔弱的书生宁采成 与王祖贤的绝美CP至今回顾 依旧唯美经典难以跳跃 而张国荣所接演的电影更都有他一部分的影子 前年重新4K再印的《春光乍蟹》是张国荣与梁朝伟主演的同性题材电影 但在剧中不刻意刻画男男恋的困境 反而更多着重在关系的重建 细数爱情本身 藉由何保荣与李耀辉的故事 让大家看到两个人在爱情中普世而纯粹的悲欢离合 正如每一段关系中的恋人就只是爱 无关乎性别 而这也是张国荣的人生写照 这样纯粹的想法感染了身边每一个人 直至他离开 这些经典电影画面跟他所传达的想法 也从来没有在众人心中消逝 正如影帝梁朝伟 也用两人在春光乍卸中的经典台词 怀念这位曾经的好友 张国荣坦率直接让他充满魅力 在《时代》杂志受访时 他坦诚自己是双性恋 也曾在个人写真书谈到 如果有一个人喜欢我 我也同样喜欢对方的话 是男是女并不重要 如果男女都OK 机会也翻倍 你说这有什么不好 人得自个成全自个 师哥 就让我跟你好好唱一遍的戏 不行了 叶一 你可真是不封魔不成活 而在《霸王别姬》当中 陈叶一一男一女 灵活转换性别 在现实与戏剧之间 都有着令人着迷的魅力 那真的是不封魔不成活 不行 说的是一辈子 差一年 一个月 一天 一个时辰 都不算一辈子 张国荣在剧中 威胁而活的 阴柔阴昧 且疯狂的姿态 至今影坛再无第二人 他更曾说过 艺术本身就是没有性别的 《霸王别姬》的导演 陈凯哥更曾说没有张国荣 就没有《霸王别姬》 哥哥之后世上再无陈叠一 而世上也再无张国荣 可是我非常爱演这一个角色 他早就身体力行 跳脱框架 多元性别的概念 即便是至今看来 他依旧优雅地超前了这个时代 回顾张国荣的演艺人生 精彩两个字 真的已经不足以形容 唯一遗憾的 恐怕就是他那令人 措手不及的永别 2003年4月1号的 愚人节玩笑 使香港演艺圈永远的痛 但张国荣所留下来的艺术成就 音乐 戏剧 理想 他带给人的感动与善良 突破性别框架 冲撞体制 这些影响远远流长 20年未曾改变 张国荣的一生 已经画下句点 但他所带来的音响未完待续 一如那首歌的歌词 活在你心内 分开也想同渡过 缺点的news 我是又又 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留言跟我一起讨论 但是不要忘记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或者是追踪我的粉丝团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资讯哦 下次见啦 拜拜